接下来我们看到北京冬奥的闭幕式了 这一次一样是闭幕呈现中国式的浪漫 各个代表旗帜有进场 那么另外习近平也跟彭丽媛一起出席 还有我们要为您整理了 这一次的北京冬奥到底有哪一些大事件 值得大家呢一再回味的嘞 首先是与生结弦三连吧失利 一生悬命要挑战的是四周半跳 让大家直呼他真的是很厉害 因为如果会滑冰的朋友 或是对滑冰很有心血的朋友都会知道 四周半跳真的不是一般的运动员 都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他的脚踝 他的整个腿部的失利点 你要完全的掌握住 真的挑战人体的最高极限就是他了 另外还有古爱玲一戏爆红 摘两金一银 他的国籍到底是中国还是美国 也是引发讨论 不过其实他长得真的是很漂亮 每次他一甜笑 总是让很多男女老少都被他全粉 另外还有俄罗斯的花华天才美少女 他是瓦丽瓦 表现很出色 但是这一次有禁要风波 也是蒙上了阴影 另外还有苏一鸣 也是夺下雪板大跳台金牌 是中国史上的第一人 另外我们看到的成绩榜就在这边了 第一名统计最厉害的还是挪威 他夺下了16金8银 13桶总计37面奖牌 还有德国是第二名 12金还有10银跟5桶总计27 而中国大陆排名第三 总计是15面奖牌入带 那么我们就来看到闭幕室 北京冬奥闭幕室地点 就是在中国大陆的鸟巢来举办了 习近平有现身闭幕室 整个仪式依旧是走简约路线 而中国大陆的代表掌棋官 是由两位夺金的选手高婷宇 以及徐梦陶来担任 而中华台北队则是掌棋官 是高山滑雪女将李文宜 闭幕室是透过这个科技感 呈现这种空灵的浪漫 主轴也是中国红碰撞冰雪兰 像是灯笼啦中国杰啦 等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 都是元素之一 另外还有位在北京市 史上第一座举办过冬奥 还有夏季奥运的城市 等于说是双奥之城了 而像导演张艺蒙也要呈现的重点之一 就是这个 四个仪式已经运动为主轴 没有明星跟专业的演出 另外最后熄灭冬奥火种时 有穿越2008夏季奥运的设计 要向北京致敬 昨天的开幕式在晚间8点举行 而其间举行花式滑冰表演时 没有想到穿上冰鞋 压轴登场的冰敦敦 哎呀尴尬了 它居然跌了一大跤 而日本的高人气花滑选手 与生结弦 因为在选手群最外围 因此第一时间刚刚好出手相救 把这可爱的冰敦敦给扶起来 站起来 并且给予一个微笑跟拥抱 其实这画面看起来很逗趣 又很可爱 有人大赞 这画面其实还蛮暖的 这送男举动也是让很多人被圈粉 陆媒也透露了 与生结弦在19号彩排结束 运动员持续的离场之后 他还是没有离去 留在现场 向工作人员一一止蟹 甚至还弯下腰 将这个下巴贴在地上 这是他一生最爱最爱的事情 感受冰场的温暖的模样 让很多人都说深受感动 有人说这个动作 这个举动就是他对花花的热情了 昨天冬到最后一天 晚间8点举行闭幕式 那么与生结前在下午的时候 他就以优美舞姿令粉丝惊叹 也很感动 穿的舞衣 我们就来看看是粉色的舞衣 伴随日本歌手的歌曲 来把春天这一曲 在冰上优雅起舞 而且感觉到真的是很流利 获得满堂彩 另外表演最后 他刚刚这个动作亲吻冰面 令人动容 这些冬奥 与生结前本来想挑战三连吧 但是失利了 而且在记者会上 他没有宣布退休 只说对未来还没有思考太多 将会为大家持续努力 大家喜欢与生结前的这个名号而努力 北京冬奥结束 作为冬奥的主办国 中国大陆这一次的成绩也是很亮眼 九面金牌刷新有史以来的最佳记录 也是首度超越了美国 在金牌榜上高居第三 现在就来回顾 中国大陆对各个夺金选手的精彩瞬间 冬奥主代表团最期盼的第一金 不负重望有实力最强短道速滑王牌 五大金摘下 冬奥开幕第二天 短道速滑团体接力 就在五大金的带领下夺下地面金牌 隔天也乘乘追击 由任紫薇拿下短道速滑男子单人金牌 而大陆的第三金 其相当戏剧性更令人意外 第一次参加冬奥天才滑雪少女古爱玲 总共参加三个项目比赛 在第一场项目 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上表现亮眼 逆转前两轮都领先她的法国选手 登上冠军宝座 之后更在自己最拿手的U型场地中 轻松拿到她第二面金牌 最终以两金一银的漂亮成绩 为她本次冬奥之旅画下句点 同样第一次参加冬奥的 还有单版神童苏毅明 作为年纪最小选手 先在拨面障碍夺得银牌 更在18岁生日前三天 勇夺男子大跳台金牌 作为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而其他选手表现也十分亮眼 高婷宇不只拿下大陆队史上 首面竞速滑冰金牌 更打破掌棋手无法夺得金牌的魔咒 31岁的徐梦桃和齐广樸 更双双以四朝元老之姿 分别拿下自由式滑雪男女空中技巧冠军 16年来努力不懈 终于让他们在今年一元夺金梦 而点缀大陆队成绩的最后一面金牌 则是花华双人组合 隋文静和韩聪拿下 以选上次平昌冬奥 只夺下银牌的遗憾 我们做到了 这块奖牌是 我们整个队伍的奖牌 也是我们中国兵写 每一个人的付出 大陆代表队最终以九面金牌 四赢二同首度超越美国 成为金牌榜上第三名 仅次于挪威与德国 每位选手坚持不懈 持续挑战自我态度 也令人钦佩 记得廖婉宇综合报道